我会讲几个不同的语言 但是没有一个讲得好 我会讲不同的语言 但是可能没有一个能够讲得很好 讲中文也是对我也是一个跨文化的经验 讲中文也是对我来讲是跨文化的 因为我只有在韩国的华侨小学读过中文 因为我只是在韩国的华其小学读过中文 所以我的汉语是小学程度 所以我的汉语是小学程度 神这十几年带领我们在中国的西北边新疆 神在这十几年当中带领我们在中国西北边的新疆 今天要从新疆这个地来分享神的恩典 我今天要在新疆这个地来分享神的恩典 我有一个power point 很快的让大家先看一下新疆这一块地方跟我们的事工 我们一般的速度快 不知道你们有一个印象 我们有一个power point 给大家看一下新疆地方这个时工 给大家有个印象 对这个背景是如果他们可以把音乐放出来的话 是一个为主的一个爱情的歌 如果他能够把音乐放出来的话 这个背景是一个维吾尔族的爱情的歌 没关系 我们去看一下 如果看不到也都没所谓 没所谓 谢谢我们的事工 这些是我们所做的事工 在中亚接二接师有几个中国的宣教士 我们在帮忙 有中国的在里面有几位的宣教士 我们在这里帮忙他们 出品 oui 触摇 呔族 对 对 天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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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想新疆是一個,另外PPT如果可以放的話,有一個其他 另外一個powerpoint可以放出來 新疆是中國的六分之一大的一個土地 新疆是中國六分之一大的土地 它有許多的高山 中間是一大塊全世界第二最大的沙漠 中間是一塊全世界第二大的沙漠 新疆過去的三十多年前大概土爵的民族 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吉爾吉斯族 他們大概佔了百分之七十五到八十的人口 在新疆當中,過去幾十年,維吾爾族、哈薩克族 佔了百分之七十八十 最近因為漢族人移民過去,差不多維吾爾族人已經降到百分之四十多了 這是其中一些民族衝突的原因 這是其中民族衝突的原因 他們感覺他們有懼怕會被漢化 我們感覺到他們懼怕被漢化 同時伊斯蘭教宗教的极端 基耀派的興起也是跟這個民族認同有關 他們自己覺得我們跟你們不一樣 這是我們屬於另外一個宗教 他們覺得我們跟你們不同,我們屬於另外一個宗教 那麼在政府的這個壓力越來越增加之下 我們可以體驗到這個伊斯蘭教的反而反的一個作用 越來越普遍 在這個政府很大的壓力之後 你感覺到伊斯蘭的反作用力好像越來越大了 以前我們偶爾在街上在維族餐館會看到 他們會一天五次會有個小地毯朝著麥家會禱告 以前我們看見在維族餐館他們放一個小的墊在那裡 一天五次向著麥家去禱告 今天去大概會看得比較多 今天去你看見可能很多了 而且維族餐館會是整體性的他們一起禱告 在維族餐館他們整體性的一起去禱告 以前不太看見這樣的情況 以前是很少看見這樣的情況 那麼在2009年的7月5號民主衝突那一件事情 在2009年的7月5號有個民族衝突的事情 政府的數字大概有兩百人左右 事實上失去了生命 政府的數字大概有兩百人失去了生命 我們跟本地人談大概是可能到了一千左右 我們跟本地人講可能人數上達一千人左右 我記得民族衝突以後 中國政府就派了五萬個武警到新疆來 我們記得民族衝突之後 中國派了五萬個武警去到新疆 所以滿街都是警察 所以整個街都是警察 有一次我在一個小餐館就在我住的附近 我跟妻子常常去吃飯的地方 我們又去那裡 我跟太太在我住的附近 經常去一個小的餐館去吃 那天我們去到那裡 我一進去他說今天沒有肉吃 一進去他們說今天沒有肉吃 他說沒有關係我們喜歡吃蔬菜 我說沒有所謂我們吃齋都可以 點了三個蔬菜 點了三個齋菜 他說一個都沒有 他說一個都沒有 他說你們回家吧 他說你們回家吧 我們這個酒店整個被西安的武警都包了 這個酒店整個被武警全部包了 我記得九月十月初 我去飛機場要去別的地方 十月初的時候 我記得我去飛機場要去其他地方 2009年 2009年的 整個飛機場都是武警 整個飛機場都是武警 他們來了三個月以後 新疆算是平靜下來 現在都回去了 距離來了三個月之後 新疆都算是平靜下來了 他又回去了 我就聽到他們武警彼此之間的談話 看見他們武警之間在那裡聊天 他說我們第一次來新疆 他們說我們第一次來到新疆 原來以為是很可怕的地方 原來以為是很可怕的地方 現在才知道新疆是好地方 現在才知道新疆是好地方 新疆是很可愛的地方 新疆是很可愛的地方 他又天山從東一直到西 一直延到中亞 從天山從東一直到西 一直到中原 在北邊的卡納斯湖 它有很多高山湖的風景 像我們加拿大 在北邊的卡納斯湖 那樣的風景 在東邊有一個可斯拉湖 好像加拿大的 Lake Louis這麼漂亮的湖 然後中國最熱的地方 就在新疆 是吐魯番 中國最熱的地方是新疆的吐魯番 它是比海拔還低一點 它比海拔高度還低一點 出很多的葡萄 出很多的葡萄 所以這塊地對本地人 有一個很特別的感覺 所以這塊地對本地人 有很特別的感覺 這個是屬於他們自己的 這幾百年幾千年的 他們自己的地方 自己的家鄉 因為那個是屬於他們幾百年幾千年 是屬於他們幾百年幾百年幾百年 自己的家鄉 2000年有一個電影叫 《倭虎藏龍》 還是《倭虎藏龍》 《倭虎藏龍》 是吧 2000年有個電影叫《倭虎藏龍》 它很多的景色 都是在新疆拍的 很多的景色 都在新疆拍攝的 你可以體驗到今天 新疆長大的 尤其是土爵 土爵系統的維吾爾族 這一批人 他們都不喜歡離開新疆 你覺得今天 在新疆長大的 這些土爵的種族人 他們是不願意離開新疆的 因為他們覺得離開新疆 就找不到清真的餐廳 因為他們覺得離開新疆 就找不到清真的餐廳 他的生活習慣就變了 像 對他們新疆這一塊地 有個很特別的感受 他們對新疆這塊地 有很特別的感受 就好像 我們這邊本來是一個空間 好像我們現在 這裡本來是一個空間 但是我們把它 變成了一個敬拜神的地方 空間的意義是出於有人的同在 空間的意義是出於有人的同在 我們把我們自己的思想 我們的價值 建立在這個空間上面 地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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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民族 都把自己的地方 變成了世界的中心 地理學家認為 各個民族都把自己的地方 變成世界的中心 這個是以前18世紀 北歐人 認為 一個人的民族認同 跟他自己長大的自然環境 有一個直接的相關的關係 以前18世紀的歐洲人 他們認為 自己對這個自然環境的認同 對他們的生長 是有直接的關係 往往把那一個最純潔 最單純的 最美麗的自然環境 變成了民族的那一個象征 往往把他們最美麗的自然環境 變成他們民族的一個象征 就是那個環境 大概已經過去了 已經沒有了 那個環境可能已經過去了 現在沒有了 但是那個是我們的代表 但是這個環境 是我們的代表 那個是我們的理想 那個是我們的理想 這是一個 Joshua 他一個外國人 從 Dallas 去到新疆 拍的一些照片 這是 Joshua 在 Dallas 去到新疆 他們所拍的一些照片 可以看到新疆不同的景 可以看到新疆不同的景色 這是中國最大的清真寺 在卡什 這個是中國最大的清真寺 在卡什 在災難節的時候 他們的敬拜 他們在那裡的敬拜 好 我想 在古時候 在一個部落的社會 在古時候 部落社會當中 我應該先讀一下 創世紀十二章第一節 或者我們先讀一下 創世紀十二章第一節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 你要離開本地 本族富家 望我要指示你的地區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 你要離開本地 本族富家 往我所有指示你的地去 所以 有三件 三個護照 三件事情 亞伯蘭還需要放下來 第一個就是要放下本地 第一個要放下本地 那個時候的文化是一個部落的社會 那時候的文化是部落社會 在一個部落社會環境裡面 你的地就是你的所有 在部落社會當中 你的地就是你的所有 你是在那裡長大的 你在那裡長大 你所有的安全 所有的家人 所有的朋友 一切 知道怎麼樣 種什麼地 怎麼生存 就在那塊土地裡 你的安全 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所有一切 你知道怎麼樣是安全的 你都在那塊地的上面 而這個 第一個 第一次清楚的 一個宣教性的護照 就是你這個放下來 你要離開 第一個很清楚的宣教性的呼召 就是你要放下這個地方 對於一個部落社會的人 這是不可思議的 對於一個部落社會的人來說 是不可思議的 我離開了 我就沒有了 我離開了地方又沒有了 什麼都沒有 我幾乎不是人了 我沒有任何的一切的依靠 我沒有了任何一切的依靠 但是這個命令是藉著應許式來表達 但是這個命令藉著應許式來表達的 不只是命令 不只是命令 命令的話你就順復我 你去就好了 命令的話你就順復我 你去就行了 這裡帶有應許 這裡帶有應許 你不要怕 你不要怕 我會跟你一起去 我會跟你一起去 你需要放下你的本地 你需要放下你的本地 但是我有更大的恩典可以代替 但是我有更大的恩典可以代替 這個是應許 這個是選教 這個是宣教 就是從烏爾 一個大城 一個很有文化的城市 從這個大城很有文化的城市 去一個他不知道沒有聽過的地方 神的帶領有時候超過我們自己的思想跟理智的計劃 神的帶領超過自己的理性的計劃 我記得十幾年前參加我們加拿大的宣教機構出去的時候 我記得十幾年前參加加拿大宣教機構出去的時候 加拿大宣教機構不大 加拿大這個宣教機構不是很大 所以除了我以外 只有另外一個埃及背景的加拿大人 除了我之外還有一個埃及背景的加拿大人 就是我們兩個 就是我們兩個 那個時候我常常去中國做培訓的工作 那時候我兩個 我自己常常去中國做培訓的工作 還沒想到做這個跨文化方面 但是沒想到是做跨文化的宣教 所以我問他你的感動是什麼 所以我問他你的感動是什麼 他說我在埃及長大是個伊斯蘭教徒 他說我在埃及長大是伊斯蘭教徒 所以我對他們有負擔 所以我對他們有負擔 我對他們有一個網站 帶領穆斯林認識真神 帶領他們信主 我對他們有個網站 介紹給穆斯林 讓他們認識這個真神 帶領他們信主 他問我 我說我的負擔是去中國做培培的工作 他問我 我就說我的負擔是去中國栽培的工作 他說十幾年前我就跟他說了這一句話 十幾年前我就對他說這句話 我說我從來沒有碰過一個伊斯蘭教徒 我說我從來沒有碰過一個伊斯蘭教徒 對他們文化不了解 對他們文化不了解 我猜我一生不會做伊斯蘭教的工作 我想我一生都不會做伊斯蘭教徒的工作 我覺得神很幽默 我覺得神很幽默 你講話不小心就被神聽到了 我講話不小心被神聽到了 我這十幾年就專心做伊斯蘭教的工作 我這十幾年就專心做伊斯蘭教徒的工作 所以對亞伯拉罕來講是他要離開自己的家 去一個沒有去過的地方再去建立另外一個家 所以對亞伯拉罕來講他要離開自己的家 去一個不知道的地方再一次建立他的家 我想這是宣教的一個重要的觀念 我覺得這個就是宣教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一些地方他們需要溫暖 他們需要了解家裡面的溫暖這個愛 他們需要了解家裡面的溫暖這個愛 你看亞伯拉罕去不只是一個任務 你看看亞伯拉罕去不只是一個任務 他是帶整個的家整個的親戚一起去 他們帶了整家人全部親戚一起去 所以他第一個要放下自己的離開那個本地 所以第一個他要放下自己的離開他的本地 放下了自己的情感 放下了自己的情感 這是我所愛的 這是我所愛的 這是我所熟悉的環境 這是我所熟悉的環境 但是神有一天要他離開 但是神有一天要他離開 我在韓國讀完小學的時候 我在韓國讀完小學之後 差不多要做T&H 十歲十一歲左右的時候 在我十歲十一歲左右的時候 差不多青少年的時候 神就帶領我們從韓國到了南美之後到了秘魯 所以神就帶領我從韓國到了南美 對一個年輕剛做十幾歲的兒童這個打擊很大 那個時候我講流利的韓語 所以有很多的朋友已經熟悉當地的習慣了 那時候我說流利的韓語很多的朋友熟悉了很多韓國的習慣 現在去了另外一個國家 又不懂他們的語言 又沒有朋友 去到新的國家又不懂他們的語言 又沒有朋友 所以家鄉 這是我小時候唱的一個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 這個是我以前唱過 我的家在山的那一邊 其實我的家也沒有山 這是一個象徵對吧 我的家沒有山 這是一個象徵 在我剛去南美之後的時候 1967年 古巴變共產主義的那個時代 1967年我去南美的時候 古巴剛剛變成共產主義的那個時代 這首詩歌描寫 有些人就離開了古巴 回不去了 有些詩歌描寫 有些人離開了 就回不去了 我們可以聽一下他唱這首歌 我們可以聽一下他的味道 聽一下他們唱的歌 體驗一下他的味道 聽一下他們唱的歌 體驗一下他的味道 我的心不在這裡 我的心不在這裡 那裡有人等我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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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離開古巴的時候 放下我的生命 放下我的情感 放下我的生命 放下我的情感 放下我的情感 我的心埋葬在古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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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首情歌 但是充滿了感情 一首情歌充滿了情感 那時候我唱的時候 想我 為什麼不能回韓國 我回來唱 你又說 為什麼我不可以回韓國 家鄉是一個很親密的感受 不容易放下 是一個很親密的感受 不容易放下 但是 確實神要亞伯拉罕放下 但是神要亞伯拉罕放下 但是神要亞伯拉罕放下 如果只是放下一個好的東西 我們不會願意 如果是放下一個好的東西 我們不願意 像亞伯拉罕聽到了有個應許 但是亞伯拉罕聽到了有個應許 我如果放下這個 我有什麼東西可以來代替 我如果放下這個 我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呢 這個就是神的應許 這個就是神的應許 我會跟你同去 我會跟你同去 我會跟你同去去建造另外一個地方的工作 我會跟你同去去建造另外一個地方的工作 這個永遠是一個掙扎 這個永遠是一個掙扎 因為離開了我們熟悉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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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不再有很多弟兄姐妹 圍繞著我們 不會再有很多弟兄姊妹圍繞著我們 我參加當地的聚會 也不能零縮我們的身份 我參加當地的聚會 也都不能夠明白 這樣說我自己身份是什麼 你發現每個主日 你不能分享你自己心裡面想分享的事情 每一個主日 你會發現你不可以分享自己心裡面所想的事情 慢慢產生一種靈裡面的一種孤單 慢慢產生靈裡邊的一種孤單 我來到這裡不是要別人來安慰我 我來到這裡不是讓別人來安慰我 我應該去安慰他們 我們應該去安慰他們 但是我也有需要 但是我自己也有需要 我也有感情 我也有感情 永遠在這個掙扎的當中 永遠在這個掙扎的當中 以前我們在南美洲工作的時候 以前我在南美洲工作的時候 在了解本地的文化 還有一個錯覺 我知道我在做什麼 了解當地的文化還有一個錯覺 去了伊斯蘭教的地方 去了伊斯蘭教的地方 這一次不能靠以前的經驗 神學的背景這些用處都不大 如果神不開路就行不通 如果強迫我們不靠神的恩典 就沒有工作的進展 如果我們不靠神的恩典 就沒有我們工作的成果 我想這個土地一開始是空的 一開始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這個土地一開始的時候是空的 一開始的時候沒有什麼意義 直到有人去住在那裡 直到有人去住在那裡 你把意義帶進去了 你將意義帶進去了 這就是我們宣教要做的 這個就是我們宣教要做的 不只是傳達一個理智性的一個信息 不單止是傳達一個理智性的信息 信息藉著你的住 藉著你的家 藉著你的生活把它表達出來 這個是亞伯拉罕的呼召 這個就是亞伯拉罕的呼召 他帶領家去另外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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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頭幾個字滿重要的 我想頭幾個字很重要的 耶和華對亞伯拉說 耶和華對亞伯拉說 如果你和我有這一個把握 這句話 這一個使命是神告訴我的 我聽到了 那個清楚性會給我們很大的一個動力 這個是出於神 這是祂要我走的 這個是祂要我去走的 會給我一些信心給我一些把握 給我一些信心一些把握 他說我們不能否認他放下了本地 我們不可以否認他放下了本地 那個放下比我們今天難多了 那個地方比我們今天難得多了 我們現在有很多信息 網絡、電話、飛機 都可以解決很多孤單的問題 我們今天有很多信息 網絡、飛機、電話 都可以解決很多孤單的問題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 我們要接受神所許可的損失 所以這裡告訴我們 我們要接受神可允許的損失 我猜到亞伯拉罕離開的時候 他失去了他生命的一部分 留在沃爾 我相信亞伯拉罕離開的時候 他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 留在吾爾 如果有神在我們的生命裏面 如果有神在我們的生命裏面 我們的損失永遠不是永遠的 我們的損失不會是永遠的 神會來代替的 但是卻是一個需要學習的一個經歷 這個大愛是一個我們需要學習的經歷 我常常自己想在新疆這十幾年 許多時候工作很困難 我自己經常想在新疆這十幾年工作非常困難 我如果年輕三十歲的話 如果年輕三十歲的話 早就離開 早就走了 早就離開了那個地方 沒有這麼大的忍耐 沒有這麼大的忍耐 沒有這麼大的信心 現在年紀多增加了幾歲 現在年紀多增加了幾歲 不這麼緊張 不會這麼緊張 結果是慢一點 那也沒關係 結果是慢一點 但是沒有所謂 教會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沒有關係 總有機會解釋的 教會也都不知道我做什麼 所以沒有所謂 我會有解釋的 往往有感覺 只要我守住這個位置 就會有好的事情發生 經常有感覺 只要我守住這個地方 就會有好的事情發生 往往就是有很多意外的事情 會一直不斷的出現 往往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出現 這個呼召我們不能否認 烏爾是一個大的城市 在當時候 在這個呼召當中 我們不可以否認 吳亦是當時的一個大城市 可以理解神做的事情 幾乎有的時候不太合理智的 有時候神所要做的事情 在我們看來是不幾合理智的 我們從北美的背景 不可能會計劃從烏爾到迦南 如果你有北美的背景 不會計劃由吳亦搬到迦南 那裡什麼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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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的時候要接受 神會猜派我們去我們意料之外的地方 所以我們有時候要接受神 要猜派我們去意想不到的地方 每個教會神都有祂的計劃 每個教會神都有祂的計劃 我們的口號是要為主發光直到地極 我們的口號是為主發光直到地極 這是神的命令也是神的應許 這個是神的命令也是神的應許 從耶路撒冷同時應該在 猶大、撒馬利亞跟地極都同時的工作 在耶路撒冷開始 同時的去猶大傳地 從耶路撒馬利亞直到地極 同時去進行這個工作 什麼是我們的地極 什麼是我們的地極 當時對保來講是西班牙 那已經是地中海羅馬帝國的地極了 對保羅來說 那時候是西班牙去到地中海最西邊 已經是地極了 神對我們教會 我們的地極在哪裡 神對我們的教會 我們的地極又在哪裡 我們一起來問神 會有答案的 我們一起來問神 就會有答案 可能是出於我們想像的意外 可能是出乎我們想像之外 有些人在我們當中 祂會站起來 有些人在我們當中 祂會站起來 神感動我要去哪裡 神感動我要去那裡 很難理智上的解釋 很難理智上的解釋 如果我們有把握是出於神 如果你有把握是出於神 支持祂 支持祂 跟祂一起走 祂是我們的延長 他們是我們的延長 這是神的心意 這是神的心意 第二個 亞伯拉漢說 你要離開 除了本地以外 要離開本族 第二個 亞伯蘭要離開的 除了本地之外 要離開本族 他的那個族群 是他們的族群 你是漢族人 就離開漢族的族群 你是漢族人 就離開漢族群 你是美國人 美國這個族群是移民族群 你是美國人 美國這個族群是移民的族群 美國人就離開美國的文化 你美國人離開美國的文化 這是不太合理的思想 可能不是很合理的思想 對一個部落的文化來講 這是很危險 致命的一件事情 對一個部落文化來講 這是很危險的一個致命的問題 你要放下你的安全感 你要放下你的安全感 完全的依靠神 完全的依靠神 沒有安全 沒有安全 我記得我們去南美洲的時候 我記得我們去南美洲的時候 在三藩市正在去教會分享意象見證的時候 在三藩市準備去教會分享意象見證的時候 出了車禍 出了車禍 我妻子的脖子幾乎要脫節了 我太太的頸幾乎要脫節了 所以這個反正醫治了很久 算是沒有斷掉 但是也沒有做輪椅上 至少還 那個手術還算成功的 醫治了很久 但好在沒有斷到 做了手術之後 手術也很成功 他沒有坐輪椅 那時候我父母住在加拿大的 Montreal 那時候我父母住在加拿大的滿地河 所以我就開車去跟他們見他們一面 跟他們說一聲再見 我就開車去到那裡跟他們說一聲再見 因為那時候我有兩個很小的孩子 那時候我有兩個很小的小孩子 在秘魯正好一個Sendero Luminoso Shining Pass 一個遊擊隊正在推翻政府 在秘魯呢 剛剛有一個遊擊隊準備在那裡推翻政府 所以已經這個 差不多是在內戰的狀況 所以他們差不多在內戰的狀況 去了一趟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去了之後呢 又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自己出了車禍 以為去不了了 沒有想到我太太帶著那個 反正也可以控制好 出了車禍以為去不了了 但是太太一帶著那些頭褲呢 都可以控制得到 我就記得開車到Montreal在路上 在過了多倫多以後 就看到一個很大的車禍 我開車去滿地河的時候 過了多倫多之後呢 看見有一個很大的車禍 慢慢經過的時候就發現 有個車子已經翻過來了 經過的時候 看到一部車已經翻轉了 有一個手在外面 有一隻手在外邊 地上都是血 地下都是血 就這樣過去了 我們就這樣過去了 我們就這樣過去了 很清楚的 有一句話 好像是神在跟我講話 很清楚的 好像神對我說一句話 他說 你的車禍 那個人應該是你 他說 你的車禍呢 那個人應該是你 你以為在北美 是很安全的地方 你以為在北美 是很安全的地方 你以為南美洲不安全 你以為南美洲不安全 你早就該 在北美 你也會失去生命 在北美 你一樣會失去生命 如果有我同在 你怕什麼 如果有我同在 你怕什麼 所以我理解到了 我理解到了 安不安全 不在乎我們住在哪裡 我不安全 不在乎我們住在哪裡 但是那個卻是一個 需要處理的情緒 就是你要離開你的族群 離開你的本地 你要離開你的族群 離開你的本地 在伊賽亞書 有四個仆人的詩歌 在伊賽亞書 在伊賽亞書 有四個仆人的詩歌 42章 49 50章 52到53 42章 49章 50章 52章 53章 4個仆人的詩歌的結論 53章 54章 54章 是整個仆人詩歌的結論 那你提到 是跟那一些 被盧到巴比倫的 那一些很悲哀的 以色列人去了巴比倫 但是有少數的 一些聖誉的名 會回來 我都提到 很悲哀的人去到巴比倫 有很少的人 會回來 所以稱她是 沒有懷孕的婦女 所以稱她是 沒有懷孕的婦女 在當時的文化 你結了婚 一個婦女沒有孩子 是非常羞辱 不能接受的事情 但是神說 不要怕 你們這些 我會吃給你喜樂 大夫神說 你們不用怕 你們這些人 我會賜給你們有喜樂 這個命令就是 你要擴張你的帳幕 這個命令就是 你要擴張你的帳幕 帳幕 這個字就是 會幕的同樣一個字 帳幕就是 和會幕同樣的一個字 也是新約裡面 神要住在我們當中 那個Tabernacle 就是住也是同樣一個字 神 如果在當中 說到神住在我們中間 約會那個字 也是住的這個字 這個觀念是 我們要擴大我們的家 這個觀念就是 我們要擴大我們的家 我們在這裡建立了一個帳篷 我們在這裡建立了一個帳篷 這裡得到神的保護 有神的愛 有神的恩典 有神的恩典 有神的供應 有神的供應 但是我們的目的 不只是我們自己享受 但是我們的目的 不是就是為我們自己享受 你們好像是不能生產的婦女 神說你們好像不能生產的婦女 但是不要怕 但是不用怕 我要你們延長你的帳幕 但我們要你延長你的帳幕 不要限制 這是宣教的使命 這個就是宣教的使命 我們擴大我們的家 因為許多地方沒有家 在很多地方你沒有家 他不認識這個溫暖 他不認識這個溫暖 我們帶著我們的家 在那裡跟他們見證 我們帶著我們的家 在那裡跟他們作見證 其實你把宣教學 什麼都不讀也可以 其實你宣教學 什麼都不讀也可以 你就帶著你的家 你就帶著你的家 住在他們當中 你彼此相愛 彼此相愛 帶他們進你家裡 帶他們進你的家 去祝福他們 去服侍他們 你把這個價值 把這個神的觀 慢慢地藉著你的生命傳出去 將這些價值 將神的觀念 慢慢藉著你的生命傳遞出去 這個是道成肉身 這個就是道成肉身 不只是信息傳到那一邊 不單止是信息傳到那裡 信息藉著我們的生命來傳達 信息藉著我們的生命來傳達 所以我們要放下我們的安全感 所以我們要放下我們的安全感 因為在世界上不容易找到那個安全 因為在世界上不容易找到這個安全 誰知道什麼時候會生病 有誰知道什麼時候會生病 我記得我常常 我喜歡運動 所以我去騎單車子去教會 那一陣子 我喜歡運動 所以有一陣子 我經常踏單車去教會 從教會離開的時候 要經過一個很窄的一條路 在教會離開的時候 要經過一條很窄的路 那是這個工業區 那個路基本上只可以走一個車子 那條路只能夠走一部車 我聽到後面有一個十八個輪子 那個大卡車 我聽到後面有一個十八輪的大火車 開著過來 我就盡量想讓它盡量往右邊 右邊散 我就盡量向右邊避它 那我太右邊了 但我太右邊了 有停的車子 有停的車在那裡 所以我的單車的手把 就撞到那個車子的靜子 我的單車的手把 就撞到停車的鏡 正好那個卡車 就是正好它中間正好經過 剛剛那個大火車在我旁邊 中間剛剛在那裡經過 被靜子一撞 是往左這個力量 我就正好倒到它卡車的那個中間去了 所以一撞的時候 剛剛那個力量 就將我跌了在大火車的中間 控制不了 我想這一下要回天家了 那時候我想 那時候我要回天家了 根本控制不了了 根本控制不了了 我幾乎可以感覺到 卡車的輪胎就從 我帶到那個Helman 沒什麼用 從旁邊經過 我就是感覺到 雖然戴著頭盔 但是感覺到火車的輪胎就在我旁邊經過 沒有壓到我 但是沒有壓到我 我起來了以後 旁邊有個人他也很驚奇 從死裡復活 那時候我回家的路上 我在想 我如果那個時候就走的話 也沒有什麼遺憾 也沒有什麼遺憾 我的小孩子也長大了 我的小孩子也長大了 我能做的我也做了 我能夠做的也做了 所以回去我就跟我妻子說 如果神差一點把我接走 我也就安心去了 回去我就跟我太太說 如果神真的要接我走 我就安心去了 我一個人 他說你這麼瀟灑 你有這樣走了 那我一個人怎麼辦 我想神還有工作 我想神還有工作要我做 還能繼續的感謝神 繼續的感謝神 這是我們的功課 這個就是我們的功課 擴大我們的註託 擴大我們的帳篷 擴大我們的住宅 擴大我們的帳篷 而這裡不只是 這裡是 以撒亞書這兩節 四五節提到 我們本來是好像寡婦一樣 我們這裡 以撒亞書第四五節也說 我們原來好像寡婦一樣 那麼在第五節說 神會做我們的丈夫 萬聚與伊克華 這是他的名 在第五節說 神會做我們的丈夫 萬君之耶華 是他的名 這個差派 這個差派 包有神的同在 所以我們不在乎 我們損失的東西 就變成暫時的了 我們不在乎 我們損失的東西 都是暫時的 不然的話 誰會願意這樣去呢 不然的話 誰願意這樣去呢 這是一個 換句話 正一個應許 包有關係上的建立 這個 換句話來講 這個應許 包括關係上的建立 所以為什麼宣教 不只是一個工作要做 所以宣教 不單單是一個工作要做 我跟神的關係不好 我怎麼去幫助別人 我跟神的關係不好 我怎樣去幫助別人 所以我們所送出去的人 我們所送出去的人 關心他們的靈命 關心他們的靈命 不要只關心他的工作 不要只是關心他的工作 他有需要 他有需要 我記得我去拜訪 在中亞 在吉爾吉斯 在吉爾吉斯 幾個中國年輕的宣教士 我記得我拜訪 中亞幾個年輕 在中國來的宣教士的時候 我就先跟他們聯絡 我下個禮拜會過來看你們 我就先跟他們聯絡 我說我下個禮拜會過來看你們 有什麼東西 我可以幫你帶的 寫一份給我 有什麼東西 我可以幫你帶的 寫一個名單 寫一個單給我 不知道什麼什麼樣的瓜子 什麼什麼樣的東西 買了半天才買到 很有趣的 有什麼瓜子 找了很久才找到 那給他們有一種 有一種很舒服的感情 是吧 跟他們有一個很舒服的感情 會想到他自己的家鄉 他在家鄉裡面所吃的東西 他們會想到他們的家鄉 在他們家鄉所吃的東西 神說我會代替 我會做你的丈夫 我會來供應你 神說給他們聽 我會代替 我會做你的丈夫 我會來供應你們 有許多事情 需要放下一些事情 需要冒險 有許多事情 是需要冒險的 不冒險 我們生活有什麼意義呢 不冒險的話 我們生活有什麼意義呢 不是隨便的冒險 不是隨便的冒險 我最近這幾年 在讀許多文章 關於Risk 關於冒險的事情 我最近幾年 讀很多文章 關於冒險的事情 發現在新疆 你冒險冒的不對 隨隨便便冒險 也蠻糟糕的 有些事情不太值得做 有些事情 就是把生命擺上也值得 但是有些事情 將生命擺上也值得 如果你看準那些事情 你是一個有福的人 不只是不安全 相反的 會給你這種安全感 會感覺我的生命是值得的 你不會覺得不安全 反而給你一個安全感 你覺得你的生命是值得的 所以我們一生都會學習 如何依靠神 我想第三點亞伯拉罕要做的 你要離開本地 他要離開本地 本族 最後是父家 就是你自己的家 這個就是你自己的家 最親密的人 最有感情的 那個要放下 放下我們人間的那一個溫暖 要放下人間的那種情 人間的那種溫暖 很奇妙啊 你要放下這麼難放下的感情 好奇妙的 你要放下這麼難放下的感情 那我們出去 去把這個感情送給別人 我們出去把這個感情送給別人 你發現我們自己的家 會越來越溫暖 你會發覺我們自己的家 越來越溫暖 我記得我在中學的時候 我記得我在中學的時候 在南美洲上中學 在南美洲上中學 有一個老師叫Schneider 從德國來的 有一個老師叫Schneider 從德國來的 我跟他印象很深 我對他印象很深 他問我們人生的目的在哪裡 他問我人生的目的在哪裡 十幾歲的中學生誰知道 十幾歲的中學生怎麼知道呢 他再問你們要為誰而活 他再問你要為誰而活 想為國家而活 他說我們是否為國家而活 為一個理想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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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全是胡說 全部是亂說的 最高的理想是為自己而活 他說最高的理想是為自己而活 他說最高的理想是為自己而活 聽了這個印象記住 我聽到印象很深 記住了 但是為自己而活的人 我們不太羨慕他 但是為自己而活的人 我們不太羨慕他 總是英雄都是為一個更大的理想而活 一個英雄呢 好像要為一個更大的理想而活 所以為什麽在南美洲 那個切克拉是一個英雄 所以南美洲呢 這個切克拉是一個英雄 一個 波利利亞人在古巴幫助Castro革命成功的 一個玻利維亞人在古巴幫助他們革命成功的一個人 他是一個英雄 他是一個理想的人 是本來是在醫學院讀書的 在阿根廷 他原先在阿根廷的醫學院讀書 他是一個有理想的人 他哥哥勸他 你不要讀醫學 先去中南美洲鑽營圈 他哥哥勸他你不要讀醫了 先去中南美洲鑽營圈 鑽營圈的時候 他認識了拉丁美洲的困難 轉一圈你會認識拉丁美洲的困難 他說我要一生獻給拉丁美洲這些貧窮人 這些人需要得到更好的生活 他說我一生都要獻給拉丁美洲的貧窮人 他們需要更好的生活 他的方法我們不一定會認同 但是他這個理想卻吸引了 那個時候在南美洲長大的這幾個時代 他的理想我們不是認同他 但是他的做法我們不是很認同 但是他的理想吸引了很多在南美洲的青年人 幫助別人成功 為別人而活 沒有這件比這個更喜樂的事情 幫助別人去成功 為別人而活 再沒有比這些更喜樂的事情 我們越希望我們自己成功 我們越希望自己成功 我們的憂愁越多 我們的憂愁越多 因為那個不容易做得到 因為那個不容易做得到 我們看到 把這個祝福施給別人 我們看到把這些福氣給別人 這是神恩待我們 祝福我們的一個原因 我們有一個美好的家在這裡 我們去擴大這個帳篷 我們去擴大這個帳篷 我們要擴大到哪裡呢 使徒宣傳說 你從耶路撒冷 一直到撒瑪利亞 一直到地極 使徒行傳告訴你 你從耶路撒冷 由大傳地 撒瑪利亞直到地極 哪裡是你和我的地極 哪裡是你和我的地極 是我們的責任去問神 是我們的責任去問神 我們要擴大到哪裡 我們要擴大到哪裡 你的恩典會到哪裡 神恩典你會去到哪裡 我有限制 我有限制 但是我們的神沒有限制 但我們的神沒有限制 只要我們有個願意的心 只要我們有個願意的心 你就會經歷神的奇妙 你就會經歷神的奇妙 我們共同地去問祂 我們一起去問祂 你看看會不會有人會站起來 你發覺有沒有人會站起來 神會給他一個感動 我要去這裡 神會給他一個感動 我要去那裡 我們問一下神 這是神要我們做的嗎 我們問一下神 這是神要我們做的嗎 如果像亞伯拉罕 這麼清楚地聽到 這是耶和華 叫我行的工作 如果好像亞伯拉罕 這麼清楚聽見神 是神要祂所做的工作 無論多少的犧牲都是值得的 有這樣的人從我們當中出來 有這樣的人在我們當中出來 我們支持祂 我們為祂祷告 支持祂 我們為祂祷告 我們陪著祂一起走 我們陪著祂一起走 因為亞伯拉罕去迦南這個過程 都有高都有低 亞伯拉罕去迦南這個過程 都有高有低 他有懷疑 他有軟弱的時候 他有懷疑 有軟弱的時候 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我們在新疆工作總覺得 進了兩步又退了三步 我們在新疆工作總是覺得 走前了兩步又退後了三步 今天我們仍然 我們誠實一點 不知道怎麼樣幫助 這少數的 少少的這些 為祖的信徒 他們成立的教會 到現在為止 誠實一點來講 都不知道 怎樣去幫助 這些少數民族 他們成立自己的教會 有許多安全的問題 有許多語言的 文化的障礙 有許多語言文化上的障礙 說不清 說不清楚 為德之民 有一千萬左右的維吾爾族人 有一千萬左右的維吾爾族人 基督徒有多少 基督徒有多少 大概一千左右吧 大概一千左右 算不出來 計不到 我們剛剛幫他們做的一個MP4 像手機一樣的東西 我們剛剛跟他做一個MP4 好像手機一樣的東西 有個小螢幕 有維吾爾族的聖經 你可以聽得到 也可以看到那個字幕 有螢幕 有一個維吾爾族的聖經 在那裏 你都看得到的 看見他的螢幕 我們也把哈語聖經 科語聖經也放進去 我們也都把這個哈語聖經 黑語聖經都放在裏邊 我們把維吾爾的耶穌傳 基督徒有沒有擺進去 我們把維吾爾的耶穌傳 也都擺在裏邊 我們先問 Campus 耶穌傳的人 可以給我們版權嗎 我們把這個放進去 我們先問這個 他可不可以 拿到這個耶穌傳的版權 問了之後 我們將它放在裏邊 他們問我們你們要做什麼 他們問我們 你們要做什麼 我們跟他解釋了 我們跟他解釋了 他說不只是版權可以給你 他說不單止版權可以給你 這裡有五萬塊 你們拿去用 這裡有五萬塊 你們都拿去用 我們大概平均三四美金 可以做一個 大概平均呢 我們三十美金就可以做一個 我們這兩年大概發了快到八百到一千 我現在數目也上去一千左右 現在我們大概發了差不多一千個左右 是一個他們可以用來傳福音的其中一個工具 這個是其中他們可以用來傳福音的一個工具 藉著這個我們想辦法了解他們傳達福音的困難跟他們的方法等等 都是在掙扎當中 他們有許多的需要 他們有許多的需要 一個未得之民 去祝福他們 是我們的福氣 我在神學院有個老師 他以前是Moody教會的牧師 他叫Warren Wiersby 他以前是Moody神學院的老師叫Warren Wiersby 教我們教母學講道學 教我們教母學和講道學 教我們教母學和講道學 我想不到為什麼講他了 沒關係 我總覺得能夠找到機會去幫助人 不單是神的計劃 是我們的喜樂 能夠找到機會去幫助別人 不單是神的計劃 而且是我們自己的喜樂 在我們今天獲得這個時代 在我們今天自己活的時代 要離開我們自己的本族本地本家 去做一個跨文化的宣教士 已經不是那麼受人歡迎了 我們可以去做醫生 做工程師 可以做企業家 我們可以去做醫生 做工程師 做企業家 你們這少數幾個教會 我看到有你們的兒女出去的 我跟北美宣教學的這個層面談話 都感覺上我們遇到了一個危機 我在北美宣教學的層面上談話 都覺得我們遇到一個危機 願意出去的人越來越少 願意出去的人越來越少 每次開會宣教的時候 每次開會談宣教的時候 都是我這個年齡的人 都是我這個年齡的人 不像中國 不像中國 中國有數不清的年輕人 他願意出來 中國是數不清的年輕人 願意出來 現在就是我們 不容易訓練他們再陪他們 但是我們不容易的 栽培他們訓練他們 但是他們有成本 他們可以去打仗 但是他們有成本 他們可以去打仗 現在傷亡率很高 但是他們傷亡率很高 我合作的這個團隊 這幾年送了五六十個人出去了 這幾年送了五六十個人出去 大部分都回來了 所謂大部分大概幾乎到百分之九十左右 大部分就是百分之九十左右 但是他們繼續地做 但是他們繼續去做 繼續地在調整 我覺得這個挑戰 這個呼召一樣能引到我們 我覺得這個挑戰 這個呼召一樣臨到我們 我們比他的資源更多 我們比他的資源更多 我們受到恩典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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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責任應該更大 我們的責任也應該更大 我們一起祷告 谢谢主 祢爱我们 祢带领我们在一个好的环境 祢自由地敬拜祢 我们有一个爱祖尊重祖的一间教会 祢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学习 享受祢的恩典 主 我们相信是祢的心意 要我们扩大这个帐篷 要那些不了解你 有许多的群体 他需要人帮助的 让这个意向能够再一次重新的领导我们 主 哪里是我们的撒玛利亚 哪里是我们的地基 我们做不到的 如果是祢的心意 是给我们信心 如果有人从我们当中有这个感动 让我们可以陪着他一起走 祢栽培他 我们一起的栽培他们 让他们的工作成为我们的工作 成为主你的心意 是你原来护照亚伯拉罕的心意 就是要万主都会有一天认识你 有一天在启示录 我们看到天上这一个场面 让我们能够在天国的工作里面 我们也有份 让我们的恩典不是停留在这里 能够继续地流露 像活水的江河一样 主 赐给我一个愿意的心 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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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